就是咱俩就是假如成了以后 这二年好像暂时过不了视频 因为我那会儿吧 还有点外债 女的好把钱 就是开销啥的都 用啥都开销我来支配 公子呢 我得把的 半路夫妻难交心 婚姻越过越就心 夫妻各自留一手 相互算计存借心 57岁大叔一心 想娶个美娇娘 没成想一见面就摆家姓去料兆 开口就是钱 气得大叔直接唱了手凉凉 刘大叔今年57岁 每月收入5730元有房 辛苦了 就是知道我们来 对啊 我摆这个东西啊 证件都准备完了 知道我们来摆什么 我看了就是 身份证 转业证 立婚证书 准分奖证 还有离婚证 所有证件 不是你 这个东西 你不能来的 才虚假的 我看见了 这还有什么在部队的立功 对啊 立功的受奖证 正说啊 对啊 立功 这都 立功两次功 哎呀 那就不说了 大叔从部队转业后 在事业单位当了78年小领导 因为一起事故 大叔无奈离职 好在自己是退伍居人 现在一年到头 啥也不干都发着工资 但是大叔并没有止步于此 不能闲着年轻闲着嘎 完了又回聘呢 回聘经理 那经理助理 回聘又干一份 这不挣上分钱吗 完了干了几年会 回到万达 当保安经理 消防猪股啥的 一直反正也就在打工 还有不少聘我的 当什么经理了 当保安经理了 消防啥的 因为咱当军阳干部 他们地方和他比较认可 咱说当兵这个东西吧 听说单妙无畏 但是有男人不当兵 我看见 这一生都遗憾 事业上小有坎坷 婚姻上也是留有遗憾 因为跟前妻性格不合 如今已经离婚十多年 期间 大叔也没闲着 想了几个都没有找到心动的感觉 我也看了几个 看了几个都 赶紧眼缘差 我是啥感觉呢 我不管你农村 还城里的 我叫啥呢 对眼儿对了 因为我跟你过 我就开心 因为我后半生 咱今天57一号 还能活多大生 再有20年 30年 我的不好真都不好说 所以说我想吧 就以后 就是眼儿不对的 你硬确又不赖 就硬他不找都 那你找个不喜欢 你 我有什么意思 好想有个太太 为我做饭烧菜 现实却很无奈 让我仍需等待 如今找到红娘 给我介绍个新娘 徐大姨 今年54岁 退休金每月1700元 有房 有点像 少数民族的那个长的 对 对 我们西伯族 你们是西伯族 你们是爸爸是还是妈妈是 爸爸 但是我妈长得漂亮 我妈特别漂亮 她叫我妈 我姐年轻的时候就特别漂亮 特别大人那种 以前我们在铁路做生意 做二流年生意 做啥生意 开小吃什么的 在铁路那时候漂亮的出名呢 是不是 对 她从小就好看 特别人人做梦那样 大姨从小在众人夸奖的环境中长大 可大姨大半辈子走过来 却不觉得美貌是优势 反而是个美丽的负担 大姨感慨到 自古红颜多薄命 男的趁心如一郎啊 因为贤富英俊潇洒 大妈秒变迷媚 不顾家人反对 依然把自己嫁了出去 话说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 婚后 前夫好吃懒做的本性暴露无疑 只可惜丈母娘跺脚 为时已晚 为了及时止损 大姨提出了离婚 从此既当爹又当妈 如今儿子已经长大成人 大姨也想再往前卖一步 刘宝谷啊 你好你好 这个大哥自己嫁了是不是 这是徐淑芳 徐淑芳 徐大姐 好看 我感觉这客头 演员 他都可以 但是没接触 性格什么样不清楚 两人见面后 看到漂亮的徐大姨 刘大叔开始娃娃爆话炮 沾沾自喜 和一路上通过沟通 大叔心里又泛起了敌过 这不会是个冰美人吧 性格 说内心又要说实话 他感觉这不是那么特好沟通 他没有他妹妹的开朗 好沟通 他有点不太好沟通 他一直就不是恨恨 晕车已经在过劲了 这我跟他说他比我幽默 他比我好 他只是就是说腼腆行 太不熟了不行 他一定熟 熟了我这个话 一天幽默词老多了 我都老见了他那口才 可不是吗 跟个代价的姑娘似的 一言不发 这还怎么往下落啊 都这把岁数了 就不要玩矜持了 于是大姨心思的半天 终于开口说话了 就怕大叔都不住 过真要生活在一起 经济方面怎么难谈 怎么难谈的 你看吧 你怎么说难谈 就是经济方面 我女的好把钱 就是开销啥的 都用啥都开销我来支配 公职呢 我得把奔 哎呀 真是不明 所以一鸣惊人啊 上来开口就提前 够心急了呀 大叔也不藏着掖着 直接开门见山 我是啥想的呢 这钱搞得你就糊了 生活你就用呗 是不是 我原则是女人 我不还女人钱 你的钱你攒的呗 攒的钱又多又好 为啥要求有房子 有老板啊 没有也可以 但是这有钱的压力不小吗 你的钱你攒起来 是不是 生活又全我的 生活再给你攒一部分 这个道理 但并不是说你把钱我把钱 我感觉这么把 我感觉说有点 原则是我给你说实话 咱老乡好老妹好 咱说原则这么着 这个这个理念我都不接受 对于金钱的安排 刘大叔也算敞亮 结婚后你的钱攒着 适合拉撒全花我的 但是上交工资卡 那就送你一句邪后语 骆驼金鸟窝没门 我心里不妥 心里不爽 知道吗 那么咱说你不爽 以后就产生鸽窝 产生鸽窝以后就 按照少了 因为就轻点 就是生活里面观点不一样 观点不一样 以后就丢掉 想到自己一开口就把钱挂嘴边 确实有些陷土 毕竟自己的基本情况 还没有说明白呢 哥你别多心 就算咱俩成了 也没办法跟你一起生活 因为妹妹还有难处呢 我很傻的 我就是咱俩就是假如成了以后 我这二年好像暂时过不了视频 因为我那会儿吧 还有点外债 我想我现在的家给人家也是做那个 干那个做家政 给人家做做饭收着屋的 一月也是三千块钱 我现在这二年我做了钱 给人家钱给你赌赌 我给儿子也是的 买一杯橱子 我先帮他还完 我就想挣点钱 把那个那点机会给人家还上 我就说 但是他多少钱七万 七万 一听这话 刘大爷猛啊 啥情况啊 说好不再提钱的 怎么又整这一出 我可不管你先多少钱 跟我没半毛钱关系 你给人 你买五万点 或者一百万点 那他这事儿 这个玩意我展示 但是我跟你说我这么说 我并不是说的 但我胆子不能帮我还 这我就说我要实话 从那情形角度 因为我不想伪心去做事 我不想伪心去说 哎呀你放心吧 我给你还钱 这个那我没有必要 所以这个啊我挺介意的 大叔这可有点鞭炮齐鸣 想多了哈 人家大爷可没想让你帮了还饥荒 可大叔却有些焦虑了 一边是美娇娘 一边是钱袋子 丢了哪个都心疼 这可咋整 就是有意了知道吗 实际吧 因为干脆搞过去性格 那就是完事儿的 但是我感觉吧 有点可惜的是啊 跟他卖这个弄 看他啥情况嘛 我感觉还可以 还挺好的 但是如果我爸 感觉不成呢 有点可惜 我说这样我考虑考虑 你倒是想考虑考虑 可惜大爷不给你的机会了 稀了你那都是分分秒秒的是 想多了我现在三斤二义的了吗 三斤二义的了吗 三斤二义我还可以跟他 他顾虑轩 你觉得他顾虑太多了 对对 太磨叽了 那以后的日子 那咱们从小夫妻 还天天有的事儿 这何况是这个呢 这没完呢 大哥这么纠结吧 咱俩那个缘分也是没到 咱就先放一放 那以后再说 可以可以可以 最后两人相亲 因为经济问题失败告终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啊 如果你也喜欢小弟分享的视频 那就动动您发财的小丑 长按点赞三秒钟 我是爱你们的八哥 咱们评论区见